近日,娱乐圈又爆出一个大瓜,谢霆锋的竟然环床住一个十岁的女儿,令人震惊的事,现任黄飞对其竟然一无所知。 孩子出生后,我会养你和孩子一辈子。 这是当年,霍文熙未婚怀孕,想要打掉孩子,谢霆锋说的第一句话,也是霍文熙坚定生下孩子的理由。 两人之间,开始了长久的陪伴互相扶持,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就超越了普通朋友, 是亲密自有,更是家人,更是有人说,霍文熙的女儿越长越想谢霆锋。 大家都知道,谢霆锋与张柏芝有两个儿子,但从来没听说他有女儿。 谢霆锋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有女儿,而且不止一次的对外公开这样说, 是皇妃的女儿李燕,还是经纪人霍文熙的私生女? 这背后,又是怎么回事? 谢霆锋不但爱貌英俊,而且艳福不浅,不但得到皇妃的全心全意的爱, 更有张柏芝为其单下而止。 但是,如果非要找一个最了解他的女人,那就不是白月光和珠沙智了, 而是霍文熙。 正值本役期的谢霆锋,是霍文熙入职英皇后,第一个负责的艺人。 那一年,霍文熙也才23岁。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谢霆锋就发出灵魂口闻。 你又罕多狗了。 当听到三年的回答后,谢霆锋一念不识的回嘴道。 我今年16岁,入行已经16年了。 这话倒不假,毕竟谢霆锋的老巴士借言, 老妈士迪波拉,从小就活在罪光灯下。 起初,对着这个不服管教的少年,霍文熙也十分头痛。 但漸漸地,他发现到谢霆锋身上一个不为人知的优点。 有音乐才华,希望向世人证明自己。 这可惜,因为星二代的身份,观众总是对谢霆锋十分抗拒。 于是乎,霍文熙总是在谢霆锋表演结束回到后台时, 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鼓励他坚持下去。 又在谢霆锋陷入迷惘时,平和地给他建议。 与其说是谢霆锋的经纪人, 霍文熙更像是个用赤城和内心,对待他的大指指。 1999年,谢霆锋用一手借借你的爱1999, 向世人证明了自己。 外人终于记住了谢霆锋这个名字,而不是谢霆锋的乙子。 同时,也把他看作是四大天王接班人, 一时间可谓前途无量,未来可期。 此时没想到,不到三年的时间, 谢霆锋因为闯祸, 让自己刚刚染染升起的事业又陷入了迷积。 而这一次,霍文熙还事一如既往地冲到最前面。 这天,谢霆锋为了躲避狗仔的跟踪, 一脚油门撞上了路边的花坛。 出事后,谢霆锋立刻打了电话给霍文熙。 挂了电话后,没等警察到场谢霆锋就信足了。 而另一边双的霍文熙, 则立刻安排了公司的司机去顶替。 这就是当年轰动香港的顶包案。 如此拙劣的伎俩,自然逃脱不了警方的发眼。 最终,谢霆锋因此被判拘留14天, 接受社会服务令240小时。 谢霆锋的形象瞬间跌入谷底, 也被评为2002年风云人物之首及追负面人物。 不过,霍文熙并没有觉得进入了绝境。 在他眼里有危财有机, 一次还有扭转的机会。 他让谢霆锋暂时停掉了演艺事业, 而自己则一直在寻找让对方合适复出的时机。 沉迹了大半年之后, 谢霆锋推出了自己手之舍挣扎试试试。 出乎意料的时, 一下子就大卖了50万本。 有了这火定心远, 霍文熙的内心才愚惜重复。 没多久,便安排谢霆锋正式复出了。 在随后的时间内, 无论是大危机还是小危机, 霍文熙都有一陪半谢霆锋停了过去。 譬如厌照门事件内, 霍文熙要谢霆锋站在老公的角度, 去维护自己的家庭。 谢霆锋照做后, 好男人的人节深入人心。 又譬如风之离婚事件, 当时张柏芝公开撕被谢霆锋为人虚伪, 不顾家。 这时候, 如果双双来回撕被只会两败俱伤, 还会对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 在霍文熙的指导下, 谢霆锋非常有风度的回到。 本人深深感谢拍资, 在这五年来的付出, 并冲心寄予祝福。 一句简短的话, 平息了一次, 保住了大家最后的体面。 当然, 这种事发生在谢霆锋这个艺人身上的事, 其他的环有很多。 就这样, 霍文熙一步步地成为了英皇娱乐艺人管理部 和唱片部的总监。 手上掌管的艺人, 多达五十人, 成为真正的金牌经纪人。 时间一眨眼去到2011年, 此时的香港娱乐圈已经隐约怼势, 而内鱼则开始挖起, 目光有远见的霍文熙, 这时向公司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去北京当开荒牛吧。 大家也知道, 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开拓事业, 这意味着, 一次都要从头开始。 这还没算, 语言, 听不懂国语, 饮食, 天气差异等不同的挑战。 不过, 人生地不熟的霍文熙, 居然都一一挺过去了。 短短几年时间, 就凭直十二度风味者当中 是打开了内地局面, 还让大众看都不一样的谢霆锋。 货文熙在和男友分开两年后, 却突然有了女儿, 这种绝不及防的新闻, 也能难怪网友们会胡乱猜测。 不少人都在想 这女孩的生父到底是谁。 大家都觉得除了前男友, 谢霆锋才是最有可能的。 不竟现在演艺圈里, 有不少迷人 都喜欢上了自己的经纪人, 而他又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 产生好感, 就跟和喝水一样简单。 再加上两个人的关系很好, 身为谢霆锋的经纪人, 似乎就是除了黄飞以外, 就是最亲近的人了。 但是黄飞却说, 他并不知道这件事, 一直蒙在鼓虑。 依照孩子的年纪推测, 他在孩子出生的时候, 应该是41岁, 所以怀孕的时候刚好40岁。 但他38岁那年, 就和男友分度扬镳, 两年后为什么会莫名奇妙为人? 而他失恋之后, 就再也没有谈过恋爱, 莫名出来的女儿, 也成了一个迷。 虽然黄飞和谢霆锋, 是公开夫妻关系, 但很多人都觉得, 他的女儿很有可能就是谢霆锋的了, 毕竟他们之间的感情很好。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两人是已经几人和明星之间的身份在交往, 但是他的女儿, 却把谢霆锋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这怎么能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呢? 他自知逃不掉了, 于是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当众说出了自己孩子的身世, 这可惜他用官方的回答了他的废话, 说了这么多, 就是没有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 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 看似在回应这件事, 实则回应的外容里, 没有一声半点与之相关的。 要流要去, 也没说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总之就是这个孩子, 大概率是他和他前男友的。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他为什么要把孩子留在身边? 而且两人都分开两年了, 怎么可能有小孩? 最后他将孩子当成事与前任所生来堂赛大众, 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少人认为, 他的女儿和谢霆锋有关系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和谢霆锋长得狠像, 相貌上还是有几分神次的。 十年的时间一访而过女儿二十岁了, 他始终不知道, 自己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 不过他也很开心, 因为他有一个同爱他的母亲, 还有一个英俊的干爹在爱着他。 方文熙有为自己的女儿, 倾尽全部的爱, 就是为了不让他再去经历他小时候所经历的苦难。 他这童年, 可以用悲惨来形容。 谢霆锋是他一手大大的, 那时的他, 不过是个半夜的十六岁少年。 女友从王妃到张柏芝, 再到王妃, 在这十多年中, 此后霍文熙是唯一一个和谢霆锋形影不离的人。 他就像是子子一样, 照顾着他的喜居, 打理他的事业。 每当谢霆锋分手的时候, 都会在他难过的时候陪在身边。 这种感情, 大概已经超越了朋友。 照理说一般人士不会去管经纪人的隐私的, 但霍文熙却不一样, 毕竟他不是一般的经纪人。 虽然平常也不会去管, 但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 狗仔队一定会第一时间去调查, 他也会第一时间出手。 因为霍文熙和他的男友, 已经分手两年了, 两年的时间, 根本不可能重合。 所以才会有人怀疑他和谢霆锋的关系, 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过大家对这两人的猜忌, 却是无时无刻不在存在的。 要知道在霍文熙失恋的时候, 谢霆锋可视寸步不离的手在他的身边, 陪他走过最艰难的时刻, 所以想要征服他简直就是意欲反掌。 后来有了宝宝的他, 又一次展现了身为妈妈的强大一面。 谢霆锋见霍文熙这摩辛苦, 便主动提出要不要找个保姆, 如果他需要的话, 自己也可以当孩子的爸爸。 如此一来, 怪不得网友会质疑两人之间是否有隐情。 其实他的工作的重心在内地, 已有十多年, 不过家人却一直住在香港, 又会偶尔会回一趟, 为了刚好的照顾孩子, 缩性把女儿带到大陆去, 而且在这类上学。 事实上, 霍文熙并没有结婚, 他的女儿的生父, 应该是大陆苦相何丹青, 但并没有得到他的确认。 因为工作太忙, 他35岁时, 才有了自己的初恋对象, 他就是理建集团的老总何丹青, 绝对的父二代。 不过两人的关系, 并没有维持狠狗, 因为他的家境并不好, 所以一直想要嫁给有钱人, 可两人之间的差距, 尤其是豪门所能接受的。 尽管何丹青却已要跟他结婚, 但三年后, 还是敌不过他的父亲, 两人只能遗憾地分开。 一直到40岁的时候, 霍文熙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谢霆锋心知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 像个孤儿, 所以才会自高奋勇地承担起了 照顾两人的责任。 霍文熙的经纪人工作, 也做得非常成功, 他常请教其他经纪人的工作, 累积了不少的经验。 一个好的经纪人, 不但要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起居, 还要帮自己的艺人 挑选出最有价值的要约。 他手下的艺人不计其数, 将是谢霆锋、陈伟霆、 容祖宜都是霍文熙一手调教出来的。 所有人都一致认为, 动策力的人。 他们很幸幸, 能有霍文熙这样的经纪人, 他的职责, 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艺人。 如果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传出来, 那么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所有的负面消息都压下去。 事实证明, 他也的确做得很好。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能如此坚强的保护自己的女儿, 这样去多人都对他惯目相看, 毕竟像他这般坚强的女人, 实在是太难得了。